各位国学堂的朋友们 大家早上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 《论语子录》片第三节的话 有一天子录问孔子 说魏国的国君对你不错 可能会把国家交给你治理 那你先要做什么呢 子将西先 就是你先做什么 当我们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常常要问自己 我们应该先做什么 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孔子就说 先那要正名 就是正名分 那什么是正名分呢 就是整顿秩序 就是组织要付给我们正式的权利 那子录就是不太相信 说正名有这么重要吗 孔子就说了一句话 说名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事不成 事不成则礼乐不兴 礼乐不兴则刑法不重 刑法不重则名所措手足 这句话的意思说 如果名分不正 事情呢 说话就不顺当合理 说话不顺当合理呢 事情就办不成 事情办不成呢 礼乐就不会复兴 等等 所以今天啊 组织赋予我们的正式权利很重要 这样我们说话才能算数 要不然呢 别人还不服你 不过呢 当我们有了这个正式的权利之后 我们说话就要非常的谨慎 那有的人认为啊 这个正名是指 要知道你文化思想的中心是什么 不过呢 我认为赋予正式的权利来的比较明显一点 来的容易懂一点 做任何事情 我们要知道 我们先要做什么 不过呢 正名说是文化思想的中心 也有它的意义所在 现在我们来看第四节的话 孔子的学生啊 樊池 请教孔子农业的道理 学庄稼 孔子说 吴不如老农 这个你要去请求农民啊 我种菜 我不如老农的 那樊池又说 那请教你种菜 菜谱的菜 那孔子又说 我又不如菜农 好 樊池就走了 孔子说 小人在樊须隐 意思说 这个樊池啊 没有远大的志向 为什么呢 因为樊池是 胡子眉毛一把抓 常常啊 学这个学那个 不知道学习的重点 孔子说 自己不如老农和菜农 是实情 他并不是轻看菜农 老农 不过呢 因为樊池学习的那种 太庞杂了 反而缺乏远大的目标和志向 所以孔子说 一个领导的人 他如果非常的好礼仪 百姓呢 莫感不尽 他一定会敬重领导 如果这个领导呢 好义 好义行 好仁义 百姓啊 不敢不服从 遵守诺言 然后百姓呢 就非常敬重他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领导者 还需要去 中 庄稼吗 孔子的话不是轻看劳动 不是轻看农民的劳动 孔子的意思是说 每一个人啊 自有每个人的定位 每个人自有每个人 天生要你做的一件事情 你看老干妈 他就是要把这个 老干妈这个酱 辣椒酱 就要做到扬明世界 对吧 有一位专门是做犯罪心理画像 他说我天生 我感觉就是干这一行的 每个人呢 天生上天都要你干某一行 不是说只能干一行 而是说你不可能所有都干 所以你要认定自己的定位 好好去做 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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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